大家好,我是吳仔 音樂神通,世界語言 請大家給個例子支持我們講世界新聞 這件事誇張,為什麼這麼說呢? 根本沒可能 日本經見蔡天鋒事件 同日失蹤,同日被搞定 分開了,案件有九成相似 究竟大家發生什麼事 同月同日同年發生同樣的事件 另外,神通師妹預言載命中 警告淡浪星化妓三件事 世界大大鑊 日本女生去引渡旅行 你也不提新聞 被四個男人當街亂找 狂噴液體,什麼液體? 很恐怖 另外,泰國空氣污染極度嚴重 132萬人感染相關疾病 是啊,我回泰國 回泰國要用超級口罩 我這次用電的 另外,西班牙男人做完手術 發覺招數短了6厘米 塞上就敗訴 不是說醫療失誤 另外看到奧斯卡2023 撤危機小組 避免Will Smith的掌摑事件重現 好了,世界新聞真是多話說了 我們教個波給OK仔 教給你 謝謝五仔,大家好 我是OK仔 在國際新聞上 現在全球拿一宗案件 和香港的蔡天鳳案件互相比較 因為無論 兇案時間 守法 連同男女主角的情況 都好像香港蔡天鳳案件 所以現在很多人就拿出來說 這件事是不是蔡天鳳日版的翻版事件呢 我們一起和大家看看 究竟這件事件是怎樣 這件事件原來 當時有事發在蔡天鳳案件的同一時間發生 說到這件案件的守法裡面 經過日本警方的調查 無論時序 守法 以及凶案、凶慘程度、殘忍程度 都有香港蔡天鳳案件 真的有得比下去的 所以這件案件現在日本就被譽為 日版蔡天鳳事件 伊藤雅右美凶殺案 其實這件事件我之前略略都有報道過 就是說到日本 因為有一個33歲女保險員 叫伊藤雅右美 他在2月21日尼瓜出走之後 音訊全無 後來他媽媽就跑去警局報案 警方展開調查 不調查又自可 一調查就嚇死你 原來蔡天鳳的翻版案件在日本出現 究竟這件事件是怎樣呢 看看究竟這件事的來龍去脈 原來 說到這個女生 33歲女保險員 離家出走之後不見了 警方走去找了她的男朋友 又是保險員 這位男保險員 就 以為他是年輕人 兩個人拍拖 沒有什麼 正頭正路 誰不知 一調查出現 發現驚人內幕 警方發現原來這個男保險員 一早就有小孩子 還要有老婆 這件事就引起當地警方疑心 所以要求要搜索她的房子 警方真的一搜索 看得到吐血 原來當地日本警方找了所有旗下 名下的資產 屋 車 可能有些什麼 古靈精怪的東西 店舖等等之後 發現到原來在名下的屋裡面 不同的地方 發現到人體殘骸 經過比較 DNA比較 發現那些 人體殘骸 正正就是失蹤這位 33歲的女保險員 伊藤雅由美 立即拘捕了這個混蛋 說到警方透露 當年原來他們兩個人怎麼相識呢 兩個人 一個男人有家室 有老婆有子女 說到這個女生是黃花閨女 原來是透過國際青年商會認識的 一拍即合 兩個人立即成為情侶關係 但是 不過事後這個女生發現 以為自己的真命天使 只不過是一個渣男 竟然以為她單身寡仔 原來自己做了小三 這個女生 於是氣爆爆 就開車去到這個男人的家 進行 談判 在談判過程當中爆發口角 當然沒有結果 就算而動武了 而這個男士覺得 你是不是想踢爆我 於是我不可以讓你踢爆 我就要殺你 說到 找工具打死她 打死她之後 更加把這個女生拖回去自己的住所 拿電鋸分屍 嘩 而說到鄰居 也都回憶 當晚也都聽到家人附近 吵冤巴閉 嘩 那跟香港的蔡天鋒案件 不謀異合 是不是 很多網民都覺得 這一宗 伊藤阿尤美的案件 跟蔡天鋒的案件 真的驚人巧合 大家都在2月21日失聯 嘩 那種冷血分屍 死狀這麼恐怖 同樣都是 跟一個 有情侶關係的男子 有關的 所以 有人就覺得 哇 想不到這個世界 這麼多巧合的事情 是不是 好了 有時候真的冥冥中 有時候這些事情 很難去解釋 另外 亦都跟大家說說 印度神童的預言 當然是厲害 想不到 她同門的師妹 現在又出來說話 就說 我厲害 我的預言先厲害 打倒你 印度神童 究竟有多厲害 因為 說到說 同門 同門師妹 印度神童的同門師妹 她說到說 今年 貪狼化妓 所以 大家要留意三件事 究竟是什麼事 由於她說到 上個月尾 水星已經進入水平座 跟太陽 土星相合 而三月 在台灣方面 又出現很多地震 大陸又出現很多地震 全球的火災雪崩 交通意外貧身 她說 今年 貪狼化妓 有很多公眾人物 的醜聞將會沉出不窮 她說 所以要提醒世人要特別收斂一些不正常的性慾 桃花醜聞 尤其是不要過度懸華 或者叫奢華懸褲 懸褲 有人想起蔡天鋒 只能夠低調沉思冥想 這樣 蔡天鋒的命案 其實在神童也好 或者這個神童師妹 她也有說過 她說原來在尖聲術裏面 火星和火災武力性犯罪有關 都和精神病有關 而羅喉和貪婪欲望有關 土星跟疾病死亡業力有關 太陽和公眾人物有關 嘩 如果是的話 講到這幾件事混合 難怪這件案件會拉到這麼闊 說到周圍半個娛樂圈都好像有份 這件事都頗準的 所以她建議大家真的要小心 今年大家都要對於一些晴晴塔塔的事情 都要保持關注 這位同門師妹 就說到大家要留意一下 很多天災發生 除了講多天災 也跟大家說一下 泰國 吳仔都說空氣很差 現在說到泰國民眾 近日飽受空氣污染 就說由今年三月頭 一共有132萬名民眾 染上空氣污染的疾病 呼吸度、皮膚病和眼疾 那就真的要小心 先跟吳仔說一聲 當局表示 不過她也很擔心 她說泰國的空氣污染很差 她說一出街就很蒙了 真的不行 我說你戴口罩吧 因為你始終那個 原浮粒子 口罩可以隔到原浮粒子 不過儘量都是少些外出 沒辦法 因為說到原來泰國的空氣污染指數這麼高 原來是關乎山林的火災 還有燻燒農田廢物 也說到今年 旅遊業回暖 那他們的車 開始又出現了 越來越多 這件事都導致到原來 整個百萬人 舔東西 所以大家要小心 游泰國 盡量留在室內 另外也和大家說 在英國現在出現了一宗風波 這個風波就是關乎一場足球賽事 原來英格蘭足球名宿連加尼 幫BBC做廣播的時候 她竟然在Twitter發表批評英國政府難民政策 她在日前被BBC暫停她的職務 但是這件事就發酵了 搞到她多名拍檔都宣佈不參加BBC節目去支持這個年加尼 說到在昨晚英超有些球會教練都表示要支持這位明叔 明叔不再接受BBC的訪問 做一個杯葛的行為 因為英國政府之前提出 立法容許當局扣查 坐小艇去到當地的偷渡者 說到在幾個星期內 就會遣返回母國或者第三國 這位明叔連加尼 就在星期二發表文章 批評政策殘忍 難民又沒有大量湧入英國 說到比其他歐洲國家 英國根本收難民的人數少得又少 就覺得這種政策是不合時宜 很多人就批評連加尼加的言論 就覺得她有無犯之義 所以BBC因為有Rules 就說她本身做這些節目主持 就不應該涉及政治批評政府 但是懷疑她違規 現在就被人暫停職務 但是看到這件事就升運了 越來越多人支持她的說法 不知道BBC又怎麼辦 另外也跟大家跟進一下俄羅斯 現在俄羅斯的傭兵集團 已經越來越迫近了 那真是誰呢 扎蓮斯基非常之頭痛 導致苦料也是平民 另外也跟大家說一下 中美晶片戰 就有路透社偷道 就說ASML 這個晶片供應商 就打算建廠 就離開不在中國建廠 就改往去東南阿拉伯 這個荷蘭半導體生產商巨頭 斯麥 另外多間供應商就說 考慮不會再在中國建廠房 就說會轉頭在東南阿鐵廠 根據路透社引述 荷蘭公共組織發展局的文件 台積電、三星、Intel 或者英特爾 這幾間或者等多間科技公司高層 就會去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 就說研究在當地擴展或者設立廠房 就離開中國了 哇 中國的頭都行 所以都很不行 你說要搞好經濟 你看到全球都圍堵中國 另外也和大家說一則新聞 這則新聞就關乎全球經濟 直谷銀行倒閉就骨牌效應了 真是麻煩了 因為美國直谷銀行 在日前被美國金融管理局的部門接管 成為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 當地最大宗銀行倒閉事故 這件事件外國媒體指出 初創科技公司最喜愛銀行倒閉之後 多間科技公司馬上成為苦主 真是麻煩了 直谷銀行 這件事件導致很多小公司 會不會引起一波科技泡沫潮 或者倒閉潮 再研究一下 另外也和大家說一下 在美國路易斯安那州出事 竟然有200人校園大混戰 幸好有沒有拿槍 我們一起和大家看看 涉事的公眾就說 專收一些被其他學校停學 或者開除的學生 即是Band 5 未知道這件事件的發生 的氣因 但是有報導指出 原因是一班女學生引起的 然後蔓延到整間學校 期間有學生吹雞 號召家長和校外人士 湧入校園支援 導致這件事不可收拾 警方接報到場 和學生發生激烈衝突 有警員被拍攝暴力執法 強化猛擊一名學生的臉 然後把她的頭部撞到村牆上 哇這件事真是激動 另外說到校方在處理事件 發現校外已經有一把 已經拘捕了雞的槍 哇這真是危險 萬一幸運來得快 否則一會變成校園大屠殺 那就真是恐怖了 另外跟大家跟進一件事 真的不要亂去印度 經常都說那些女生 印度的蠻夷之地 日本女生 去了印度 被四個男人當街亂握 哎呀 真的有沒有被人強姦 陰光 我們看看究竟這件事 因為現在印度 有個慶典 有個節日 現在在慶祝 叫灑紅節 又叫喉麗節 說這些節日引了大批遊客去看 但是近日有一條影片 我也看過了 在Twitter上 令到很多人 包括 有些女星 和當地媒體都非常憤怒 話說 這條影片 說到一個來自日本的女性遊客 在節日會場 連續被多個男子騷擾 說到說 包圍了 日本女生的男士 超過四個 不單止 只是噴到他全身顏料 更加因為噴臉 女生就掩著臉 擦眼 接著這些男士 立刻乘機 就 在後面就握他 更加紅抱他 這個日本女生 立刻尖叫 更加我見到一個 仆街 那些引導年輕人 就走過去 見他 那個女生 倒下頭 立刻乘機 笑奇奇走過去 駕駛他一下 接著日本女生 兜巴車過去 然後就馬上走了 見到有人 就阻止了 說不要玩了 說到這件事 真的離譜了 後來躲回去 這件事 引起很多外國人的憤怒 就說要求警方 拘捕了這條片裡面 騷擾 或者非禮 這個女生 的人士 這樣 所以告訴你 真的不要亂去 隨時被人捉到一邊 一奸了 真的沒有仇報 另外 也跟大家說 在世界上 有一件恐怖事件 什麼事件呢 就說 在非洲出現豬瘟 非洲豬瘟 非洲豬瘟 不是吧 非洲一向都是豬瘟 但是說到去到新加坡 真的有點軟水腳 說到新加坡 現在發現了又有豬瘟 在亞洲地區持續蔓延 人類真的要小心 說到新加坡由2月開始 現在陸陸續續出現野豬確診 累計已經有18宗 當局現在就開始在研究究竟發生什麼事 要小心 因為說到野豬在新加坡周圍都有 隨時因惹人就麻煩了 另外也跟大家說 在南非 有一條影片 真誇張 我看得到都打破頭 究竟什麼事 這件事引起很多網民熱議 有人說你都瘋了 根據外國媒體報道 這條影片就看到在南非 其中一個叫豪登省 有一個紮絕馬尾的長髮 年輕小女 光天八日底下 竟然當街 脫了一條褲 脫了一條底褲 就在路邊的水渠旁 快速拿手 一撈起 那些渠水 就跟著 洗下體 說到這個女子一路洗下體 一路看周圍 就說到雖然有人 有車經過 但她都沒有理 狂洗 當我說洗完之後 於是這個女子拿毛巾抹抹 就扔了旁邊 激測 穿上褲 嘩 就著這件事 很多網民就說 你這個女子幹什麼 神經病 別搞笑 當街洗行李箱 不是吧 洗太空行李箱 那麼噁心 不是吧 曬豪學 有人就估計 可能這個女子 可能是性工作者 不知道什麼緊急情況 要當街就洗豪學 這件事真是古靈精怪 大哥 你洗都用乾淨的水洗 你沒理由用渠水洗 省渠水洗太空劫 我也第一次聽 真恐怖 那會不會越洗越髒 那就真的不知道 好 另外也跟大家說一下 奧斯卡 奧斯卡2023 在今天就舉行了 當然大家都會探討 誰拿獎 但是大家記得 上年奪得影帝的Will Smith 上台突然刮他 一位朋友 這件事件都溺溺在目 所以這次奧斯卡的主辦機構 說了 找了危機小組 應對 好像這些突然之間 刮別人的突發事件 是啊 當然 大家都覺得 這麼突發 有沒有搞錯 我一開始以為玩 原來是真的 當然 應該遇到這些情況 應該怎麼處理 今晚 看看會不會有些突發事件 奧斯卡方面 真是 花樂誰家 另外 也跟大家跟進一則新聞 喪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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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又說喪屍 喪屍也喪屍 不是吧 而在網上 有一個影片 猛傳 在印度 有一個男人 就說牠齒草 見到行為 奇異的蟹 旭任有一隻蟹 掉到你身邊 這隻蟹 他說 走下去很古怪的 很古怪 在草地上面 爬 細心一望 竟然發現了這隻蟹 他身體的 Sant 全部刺傷 被人拔走 只剩一個洞 沒有內臟 就算翅膀都爛了 就這樣看就明顯死亡 不過說到這隻蟹 竟然展現出環球的生命力 散光也好 依然還可以在草地上爬 有印度動物學家表示 這隻蟹 為什麼死亡之後還可以 像喪屍一樣走呢 原來他感染了一隻真菌 這些真菌會蠶食他的身體 衍生出更多真細胞 真菌細胞 控制他的大腦 導致他能夠感染他 導致周圍他可以繼續走 散播這些真菌去其他 蟲身上 所以你說真是恐怖 真菌染蟲很幸運 如果真菌染人 真的變成喪屍 真的非常可怕 另外也跟大家說一下 拜登 年紀大了 又說他患癌症 又經常說錯話 想不到拜登在日前 就著美國二月就業報告發表講話的時候 又說錯話了 什麼事呢 說漏了好幾個字 這幾個字是數字 嚇死你了 因為當地傳媒說到 拜登要講一下自己的政績 這個就業數據是非常棒的 幫了多少人 他說他們自己上任以來 創造了1.2萬個就業機會 其中8千個就是製造業崗位 什麼?12萬個就業機會? 不是吧 好了 但是 大家都覺得沒什麼 不過有傳媒 就發現到你們說錯話 因為 拜登講這個數字之前 他才剛剛講完自己的政府 分別創造了50萬 和30萬的就業機會 你何來現在 上任以來做了1.2萬呢? 原來 拜登講少了2個0 就說是1千2百萬 不是1.2萬 那麼80萬 製造業崗位分別少了3個0 和2個0 那就真的亂了 他對那些0自動散卻 真可憐 唉 真是 想不到 拜登 另外 也跟大家講一下 阿根廷現在爆發大型禽流感 超過22萬隻雞死亡 導致雞蛋價格繼續飆升 看來大家要炒雞蛋 不是炒雞蛋吃 是不是炒期貨 雞蛋變了 說到阿根廷爆發禽流感 說到H5禽流感接獲200單通報 其中40人確診 其中說到格羅河省 和布爾諾斯艾利斯省的銀河市的養雞場 超過22萬隻雞死於禽流感 阿根廷暫時停止出口禽類相關產品 雞蛋價格恐怕進一步飆升 不過大家也不用太害怕 我覺得 因為始終有人擔心 嘩 那要不要掃好雞蛋 又不需要 是不是 有湖北蛋 有泰國蛋 大家也要留意一下 我們的食物產地來源 這件事也不用太緊張 另外也跟大家講一下 在印尼火山爆發 說到火山雲高7公里 天降而降 幸好沒有人有事 當地居民需要緊急疏散 說到這場爆發 用癌 流出值1.5公里 非常誇張 幸好沒有事 另外也跟大家講一下 西班牙有個男人 很可憐 做完手術之後 發現有些人不對勁 我們看看究竟什麼事 這位西班牙男士 日前接受彎曲陰境糾證 誰不知手術失敗 真可憐 真可憐 手術失敗 那怎麼辦 病人救得回 但是東西沒有廢了 我們看看 這件事說 那個事主原本想著 做手術 就增強男性洪峰 誰不知做完手術之後 就縮短 只有6厘米 幸好不是花生米 他表示 自己扯期的時候 還會有些痛 不能預約 我又小 現在還要硬起上來 有點痛 怎麼搞 他事前 他認為 事前 醫生沒有告訴他 我風險 一會兒 隨時可能 都沒有了 而說到變短的問題 不可逆轉 我明明60cm 你只剩下6mm 那我真的搞不定 所以他覺得 這次醫療事故的疏忽 他是受害者 所以 就向醫院索償 56萬港幣 但是 被當地法律委員會駁回 那這些事不是必然的 你弄歪了 就有歪 有歪 那你去做這些手術 那就預料了 不是吧 大哥 我沒理由想著幫我剪短 是不是 認真誇張 好 另外 和大家跟進一宗新聞 什麼事呢 美國 有時候 澳洲 有時候都是說 生孩子的考牌 有個媽媽 竟然逼自己 十個月大BB仔 抽電子煙 兒子的樣子 非常痛苦 但是他還在 嘲笑 這個媽媽的行徑 放上網之後 收到大量死亡威脅和暴力訊息 說到說 後來 在網上發酵 很嚴重 他先 被迫著 跟別人道歉 他說 希望 外界給他一個機會 改過 你真是離譜了 這些事情 真是 不懂得照顧 不要搞 所以生孩子要拿牌 好 今天就先說到這裡 下一節再說 拜拜